第0801章 绝杀手段 轰 惊天的炸裂声音响起 之前几人交谈的城主府化成了一盆灰雾 无数凄厉的惨叫在这灰雾中消散 树西之后 当众人出现在城主府上空之时 之前豪华美轮的城主府已是化成了一片灰烬 归督城主府方圆石树里的范围 除了宁城 水无常和四明大地之外 再无任何生物 有的 只是一道道犹如猪网一般的巨大沟壑 乔凯锐奇的浑身都发抖了 龟兜作为魔狱中心的中心 竟然被人在眼皮底下轰成如此模样 而且被轰的地方 还是他不久前坐着的地方 一名红发塌鼻的高大男子站立在虚空中 和宁城几人遥遥相对 就是你在数天前杀了仓塔商会的政府会长 今天又来我魔狱作乱 你到底是谁 乔凯锐盯着这个红发塌鼻的男子恨声说道 宁城看着这背后一道新轮都没有的红发难修 心里微微一沉 他肯定此人的修为不在穿心楼之下 这人敢第二次来这里 绝对不是来送死的 无论他送死不送死 宁城一想到木本圆珠在此人身上 他心里就有些期待起来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也不能让此人走掉 木本圆珠他必须要到手 无常仙子 我先将你送到远处 你自己注意一下 我怀疑东西就在这人手中 我等会要干掉这个家伙 宁城传音给水无常后 手心心园微微鼓动 就送着水无常往远处顿去 宁城刚刚将水无常送出去 就感觉到了不对 这红发他鼻难修手一扬 一道黑芒居然轰向了水无常 这家伙来这里是冲着水无常来的 宁城瞬间就明白过来 他几乎都没有想 一道时光轮就轰了出去 时光轮也算是宁城的看家手段之一 但是眼下 如果他不用时光轮 根本就就不下来水无常 他速度再快 也追不上红发他鼻难修的黑芒 时光轮卷起一道道的时光道运 化成一片灰色的时光轮影 那黑芒瞬间就被这时光轮影影响 略微缓慢了下来 砰 时光轮的灰色光轮和黑芒轰在一起 见起无数盲影 有黑色的 也有灰色的 水无常浑身都吓出了冷汗 他赶紧加快速度顿走 刚才 如果不是宁城出手相助 这一道黑芒 他肯定自己无法躲开 咦 红发他鼻难子惊疑地看着宁城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宁城刚才的时光轮 是蕴含时间法则的神通 这还是一种狂暴的时间法则神通 一切挡在时间面前的东西 都会扫平 宁城的光轮就是这样 这个地方竟然有一个 掌控了时间法则神通的修饰 此时这红发他鼻难子 已经没有机会去攻击水无常 他虚空中跨了一步 抬手就是一拳 又是一道空间倒运轰了出来 他这次的目标是宁城 这一拳轰出 宁城就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空间压制 在这空间压制中 他甚至连呼吸都有些艰难起来 能一出手就给他这种压抑 宁城肯定 这绝对是顶级的空间神通 这空间神通 比当初乔凯瑞丽用五色森罗帆 对他施展的五色空间 要强大一个大档次 宁城疯狂地鼓动神石 无数的神石任盲 在这一刻强行被他轰了出去 在这男子动手的同时 穿星楼四人也动手了 乔凯瑞的五色森罗帆 第一时间就将周围的空间锁住 穿星楼祭出的是 焚天十日塔 塔一祭出来 无穷无尽的惨白火焰就爆棚而出 直接扑向了那他鼻男子 宁城在红发他鼻男子掌控的空间中 能感受得出来 穿星楼和乔凯瑞没有保留 都是全力出手 这让他压力大减 轰轰轰 乔凯瑞的五色空间 和红发他鼻男子的压抑空间 神通轰在一起 两种空间 法则道运炸裂开 让所有听到这种空间法则 道运炸裂声音的人 心里都是闷慌无比 宁城压力一清 他的神识任盲 就完全轰在了 这压抑住他的空间法则神通中 一阵阵的咔咔声响传出 宁城知道这红发他鼻男子的空间神通 没有困住他 在宁城拖开的瞬间 一九凤和掌抗天际的攻击也到了 一九凤的法宝 是一面飘雪六人镜 和掌抗天际的铁棍攻击 一致一弓 恰到好处 哪怕是宁城 都以为这红发他鼻男 今天必定要陨落在这里 他甚至都想好了 一旦他鼻男子陨落 他要第一时间 将储物戒指抢到手中 不然的话 木本圆珠就和他无缘了 所以 宁城在挣脱这种空间束缚的瞬间 就祭出了自己的下品神器 长枪星红炼羽 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 在这红发男子 即将要被杀的间隙 这红发男子 忽然身形一扭 下一刻 这红发男子 就从众人的围困中消失不见 同时 众人的神识 扫到他 已经出现在了归都城之外 并且犹如影子一般 冲出了墨迹星路 就算是川星楼 也震撼无比地看着归都城之外 将空间法则利用到如此可怕的地步 这红发他比男子太强大了 没有人追出去 众人都想到了 人家在魔狱 都如此来去自如 他们去了玄黄星路 还有机会和人家对抗 咦 宁宗主呢 掌抗天际疑惑地 看着宁城刚才站立的位置 宁城也消失不见了 一九风叹了口气说道 他追出去了 无论宁城是因为什么原因追出去的 川星楼等人都没有动 宁城如此自大 想要追 就让他追好了 川星楼和乔凯瑞 之所以没说出去帮宁城的话 是因为宁城的星空轮 让他们对宁城的忌惮更重了 川星楼心里是最矛盾 他既希望宁城被杀 又希望宁城没有被杀 可以和他一起去玄黄星路 宁城的时光轮一寄出 他就知道 除了他之外 乔凯瑞三人都不如宁城 宁城的确追出来了 穆本圆珠 有可能在这个红发塌鼻的男子身上 他怎么可能放弃 找不到穆本圆珠 他的玄黄珠 就无法发挥出 真正的造化宝物威力 宁城的神识 一直锁定那一丝隐隐约约的空间波动 那一丝波动 也好像在配合他 始终被他锁定住 那红发塌鼻的男子 在引诱自己追出去 宁城心里犹如明镜一般清楚 他并没有因为对方引诱 自己修为不及对方 就放弃追杀 机缘这种东西 有时候出现仅仅还是一瞬间 这一瞬间之后 机缘就会再次消失不见 他要寻找机缘 这一瞬间就不能错过 半天后 宁城神识中的空间波动消失不见 那身材高大的红发塌鼻男子 出现在宁城的面前 你很有种 想必是那个女人告诉过你 木本圆珠在我身上吗 红发塌鼻的男子 平静地看着宁城 与气带着一丝不屑 宝物人人都想要 不过首先你要有得到宝物的实力 如果没有实力 纯粹地想要追求宝物 那不是寻宝 那是寻死 说完这句话后 红发塌鼻男子 根本就不给宁城说话的机会 抬手就是一拳轰向了宁城 他甚至连法宝都懒得拿出来 宁城在他眼里 除了那个时光轮游几下外 根本就一无是处 红发塌鼻男子这一拳轰出后 空间也在这一瞬间凝固起来 不 不是凝固 而是分解开来 宁城所在的这一片空间 完全不属于周围 在这红发塌鼻羞式出手后 就被隔绝起来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宁城也出手了 神通落日黄昏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一轮残阳 在这红发塌鼻男子分解空间的 一拳之前升起 这一刻 一切都静止起来 只有凄美的落日夕阳 这不仅仅是夕阳落下 同样是黄昏来临 一般人看见这七雁的黄昏夕阳 也许就看见了自己的陌路 甚至心中渴望 这一切都这样静止下来 不要再流动 再流动 夕阳落下 人生将要跟着落下 事实上在宁城触摸到了 时间法则的真正边缘后 这种静止 不再是心理的静止 而是在瞬息间 时间真正停止了流动 只是这瞬息时间 太过短暂而已 红发塌鼻羞式感受到了 这凄美的落日夕阳 竟然冷哼一声 竟然没有半分静止 那分割空间的拳头随意一卷 眼前的落日夕阳 犹如镜花水月 又如一个水泡一般 消融不见 雕虫小记 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红发塌鼻羞式讥讽了一句 心缘和神识更为补动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一片空间忽然变得消杀起来 一种死亡的灰色弥漫开来 红发塌鼻羞式惊恐地 看着宁城的位置 他明明感觉到 是一种灰色的死亡气息 可是在他眼前闪烁的 却是五彩斑斓 这一刻 他想要疯狂地逃走 他却无法移动一下 他有一种感觉 哪怕他逃到任何一个角落 哪怕他逃到任何一块地方 这种死亡 都是紧紧地笼罩着他 让他毫无反抗的余地 宁城脸色苍白 无悲无喜 他本来就没有打算 落日黄昏可以杀掉对方 如果他的寄托真是落日黄昏 那这红发他比男子 也不可能如此简单 就破去了他的黄昏神通 他是不如对方 也不至于如此轻松地 就被破去黄昏神通 落日黄昏 只是他祭出五色猎星剑的前奏而已 为了不让对手的那一拳影响他 仅此而已 祭出五色猎星剑 这也是他第一次施展自己的绝杀手段 第零八零二章 无功 无剑 无心不裂 这一刻 宁城就感觉到自己的石海和星园 完全空洞了 哪怕他疯狂地燃烧精血 也不足提供 这五色猎星剑的祭出 无穷无尽的星园和神石 被卷入五色猎星剑 五色猎星剑 就好像一个无底巨洞一般 将宁城身上的一切力量 都要卷走 这一片空间都暗淡下来 化成了一片灰色的死亡气息 周围空间一切的杀机 一切的死亡气息 一切的恐怖杀意 都和宁城身体的星园神石一般 被五色猎星剑卷走 这一方空间完全消失了 只有一只剑 一只还没有射出去的剑 红发他比男子浑身颤抖 他甚至可以听见 周围的空间 因为这只剑的杀意碾压 多了一种碎裂的声音 他甚至看见了这只剑 射入他的身体后 他整个人都化成了积粉 但是他没有勇气祭出法宝 他连动也不敢动一下 只能看见眼前的五色斑斓 越来越盛开 或者 他在这黑剑的压制下 根本就没有能力动弹一下 只要一动 就可能激发这只剑 让这只剑的杀意爆棚而出 宁城脸色苍白 浑身颤抖地盯着 眼前的一切色彩 他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这只黑剑叫五色猎星剑 他看见一个五色长弓 凭空张开 随着他的星园和神石 被卷走得越多 这五色长弓张开的就越圆 一只漆黑的长剑 搭在这五色长弓之上 浑身上下都透露出死亡的灰色 当五色长弓越拉越开 越来越圆的时候 搭在五色长弓上的黑色的长剑 也越来越淡 甚至有消散的趋势 但是周围的杀石和灰色死亡气息 却并没有随着这黑色的长剑 变淡而消失 而是越来越强盛 此时星空中的一切气息 都消失不见 就连陨石也从这一方空间消失 凝成嘴角溢出血迹 五色猎心剑 还在疯狂地吸收他体内的心圆 而他连身体颤抖得愈发厉害了 住手 我东西交给你 惊恐到了极点的红发 他鼻南修终于忍不住内心的惊骇 尖叫出声 无法住手 不要说这红发他鼻南子 到了这个时候 就算是凝成自己 也无法掌控这一件的威势 他没有办法住手 也许就算是有办法住手 凝成也不会在这个时候住手 凝成心里竟然同样生起一种恐惧 这种可怕的气息 任何一个星球都无法挡住 哪怕是江州星的阵法再强大 恐怕都无法挡住这一件 这一件完全可以将江州星化成积粉 也许有一天 他这一件寄出后 连自己也无法掌控 这一件带来的毁灭 他忽然有些后悔起来 这一件射出 也许这个红发他鼻南子 会被他干掉 可同样的 这红发男子身上的一切东西 都会消失 包括他的戒指 求求你住手 收起这支剑 红发他鼻南子的声音 愈发沙哑惊慌 他第一次感觉到 自己的命不由自己控制 在这一件之下 他除了求饶之外 根本就什么都做不了 凝成开始燃烧自己的寿源 他的声音一样变得沙哑起来 住手可以 你将你的戒指给我 如果可以做到的话 这红发他鼻南子 早就将戒指丢给凝成了 现在 他被五色猎星剑的死亡杀器 锁定压制住 根本就无法动弹半分 凝成在确信对方 无法丢出戒指后 强行鼓动了最后一丝神石 落在了五色猎星剑上 这是他燃烧寿源才办到的 无论这支剑 爆发出多强大的恐怖杀意 这支剑 都是他炼化过的 凝成没有失望 他果然 沟通到了五色猎星剑 在他刚刚用神石 告诉五色猎星剑 要保住红发南修的戒指之时 他就感觉到 周围的星空风云卷动 是 凝成浑身一松 再次喷出一口血剑 整个人都要瘫痪下来 那疯狂席卷 他身体星云的力量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眼前的一切都被狂暴起来 犹如星空道卷一般 磅礴无边的杀意席卷而出 星空中被剑影杀意 带出一道淡淡的痕迹 这是撕裂了空间产生的细微缝隙 凝成发誓 他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杀意 他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杀招 空间的细微缝隙不是错觉 那是真的 是五色猎星剑卷动的杀意 真造成了周围空间的细微裂缝 五彩颜色消失得无影无踪 剑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的只有杀意 只有漫无边际的杀意 这杀意轻易地 就撕裂了红发他鼻羞式 一拳轰出的空间 红发他鼻男子 身前的一切 在这杀意之前 都是虚无的 砰 红发他鼻男子的身体 爆发出一声喷响 没有血污 没有圆魂 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空间只有一枚悬浮的戒指 凝成哪怕在疲软无力 这个时候也不敢耽搁半分 他冲上前去 将这枚戒指抓住手中 尽管他和五色猎星剑沟通过 要保留住这枚戒指 但是他的实力太低了 对五色猎星剑的控制太弱了些 他抓到这戒指的时候 戒指的静置寸寸碎裂 而且戒指即将崩溃 凝成赶紧沟通了戒指中的东西 第一时间 将一个散发出木本源气息的木盒 送入自己的戒指 然后将里面的大堆横圆丹 和一些散落的储物戒指 送入自己的戒指 咔嚓 哪怕凝成速度再快 他也无法将这枚戒指中 所有的东西拿走 这枚戒指就化成了飞灰 不过凝成已经很满意了 无论如何 木本源珠没有被废掉 此时他心圆为米 石海空荡荡的 凝成知道这个时候 就算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念心修士来了 他也打不过 第一时间将追牛叫出来 控制星空轮 告诉追牛 尽快逃离这个地方 他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疗伤 归都城中 一九凤打破了沉默 宁宗主现在算是我们的盟友 他单独去追杀 那名红发男子 论思 他是为了故意都被杀的修饰报仇 论功 他是我们邀请 为了同一个目的去做事的 所以说 无论为公为私 我们都应该去帮忙 腰狱大帝 掌抗天际点点头 九凤师妹说得很对 我们应该去帮忙 他长得健壮结实 却不代表脑子简单 他心思同样甚密 至于川心楼和乔凯锐想什么 他一清二楚 川心楼也点头赞同 九凤师妹说得没错 我和九凤师妹 过去接应宁宗主 凯锐大帝和天际大帝 留在末迹新路 川心楼的话 没有人有意义 川心楼是希望宁城被干掉 但他心里也知道 宁城这个时候被干掉 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他和宁城之间的仇恨 远不如玄黄新路外来者 带来的威胁 半天后 川心楼停了下来 川心楼感受到了这里的不同 依九凤同样感受到了 好强大的杀士和杀意 依九凤震惊地说道 尽管这里已经没有人了 他依然能感受到 这里残留的杀意 是多么的可怕 川心楼点点头 没错 这里不久前经历了一场大战 战斗的双方都不会比我弱 说完这句话 川心楼微不可查地叹了口气 不久前在这里大战的 除了宁城和那个红发塌皮男子 还会有何人 他估计宁城的修为 在他闭关的几年中 有强劲的进步 却也没有想到 宁城的进步如此可怕惊人 依九凤听到川心楼的话 心理矩阵 他岂能不知道川心楼的意思 那就是说 宁城和那个红发塌皮的男修 在这里大战过一场 宁城的修为 都如此强大了吗 竟然不弱于川心楼 要知道川心楼正道后 和宁城动过一招 当时他就在一边亲眼看见的 尽管宁城当时没有吃亏 他却知道 宁城远远不是川心楼的对手 这才过去多少年 宁城就如此强大了 心楼大帝 你觉得他们两个人在这里一战 谁会赢 依九凤心里盼望着宁城不要输 他一样的 没有任何底气 那红发他比男子的强大 他亲眼看见的 五个人对他动手 他还从容走掉 那种对空间法则的理解 根本就不是他们 这几个大帝能够比拟的 哪怕心楼大帝 对空间法则的理解 也远远不如人家 川心楼成音片刻 摇了摇头说道 我也不敢确定 我和宁宗主相识已久 根据我对宁宗主的了解 他不是一个冲动的人 当你以为他就这样的时候 他依然还要后手 所以 我认为宁宗主应该没有事情 川心楼这句话 可不是随便说的 他和宁城第一次交手 第二次交手 几次去江州星 都有这种感觉 当初第一次交手 他以为宁城就这样的时候 宁城还有时间 法则神通落日黄昏 他正到成功 在去江州星的时候 却发现宁城 还有一个丝毫不弱于他的妹妹 这也是川心楼 对宁城忌惮的主要原因 也正因为这些原因 宁城拿走了九家星空 不让心楼地山 插手曼轮星空的事发生后 川心楼都没有第一时间过去 就是因为 他对宁城太过忌惮 心楼大帝 我也预感宁宗主应该没事 不如我们在墨迹新路 等候宁宗主 一九凤听了川心楼的话后 立即提议道 川心楼点点头 我们就去墨迹新路等候 这次去玄黄新路 没有宁宗主加盟 我们的实力会弱很多 第零八零三章 玄黄新路之变 一个月后 摩狱大星空 一处偏僻的无人星球中 宁城清淤了口气 缓缓睁开眼睛 他的脸色依然还有些苍白 连续一个月的疗伤和恢复 依然还没有完全康复 石海还是隐隐作痛 事情经历过了之后 他才有了些许的后怕 幸好 他没有在生死境的时候 想要祭出五色列星剑 否则的话 他可能会被抽成肉干 星空体也会崩溃掉 哪怕晋级到了永恒境 他如此强悍的石海 依然造成了这种伤害 五色列星剑 绝不是普通修士可以祭出的 若不是五色列星 将被一块残破星球挡住杀意 那杀意又散意了无数年 他连练化的资格都没有 就算是这样 宁城也怀疑 他能迅速炼化五色列星剑 有些古怪 宁城一边继续疗伤 一边取出了木本园珠的玉盒打开 龙玉的木本园气息透出 让宁城欣喜不已 他总算是没有白白冒这场风险 可惜的是 这木本园珠果然和水无常说的一模一样 只有半边 好在是大半边 如果是整个木本园珠 宁城此时都毫不犹豫地 将这本园珠送入玄黄珠 让自己的玄黄珠彻底完整起来 可是这半边木本园珠 宁城犹豫了半天 还是没有敢送进去 他担心残破的木本园珠 一旦送进去后 不但没有多大的效果 还会彻底地损耗掉 万一是这样的话 那他就亏大了 哪怕将来 他找到了另外半边木本园珠 也无法让玄黄珠完整起来 这种结果 宁城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宁城小心地将木本园珠收起 再次打上了树道禁止 他要寻找看看 能不能找到另外半边木本园珠 只有实在找不到的时候 他才会冒险 将这半边木本园珠 融合进自己的玄黄珠中 红发他比男子中的东西不熟 宁城弄出来的实在有限 除了木本园珠之外 还有一堆横圆丹 以及树梅戒指 这束枚戒指宁城一个个地去打开 大部分都是空的 东西应该是 被那红发男修整理过了 让宁城惊喜的是 他还是找到了两枚 装满了东西的戒指 其中一枚戒指中 装了将近四五十条心脉 还有上翼的横圆丹 星空灵草和炼器 布阵材料也是一大堆 另外一枚戒指 虽然没有这枚戒指多 东西也不少 加上宁城之前 在红发男子戒指中 抢救出来的横圆丹 还有宁城自己身上的修炼资源 就是这一次收获 宁城就有了将近八十条心脉 一亿五千万的横圆丹 以及一堆堆星空灵草 和炼器材料 至于那些丹药 直接被宁城忽视了 他自己就是一个最顶尖的丹地 岂会在意这些丹药 宁城很快就知道 这两枚如此富有的戒指是谁的了 一枚是仓塔商会的会主易仓 另外一枚是仓塔商会的 副会主增塔江 红发他比男子 抢夺了这两个人的戒指 还没有来得及整理 就被他顺手弄了过来 宁城感叹不已 这付出很多 差点将小命付出去了 同样的收获也是很多 他从来都没有 在一次意外收获中 得到过这么多东西 感受到了手腕上安静的 五色猎星剑 还有身上涅槃不久的天云双翼 宁城觉得他终于有了一丝 立足星空的本钱 又是半个月后 宁城这才祭出星空轮返回 末迹星路 尽管他的脸色还有些苍白 实力倒也恢复了九成 余下的 只能靠时间去慢慢修复 宁城一回来 就去了归都的城主府 经过一个多月时间 当初被轰尘废墟的城主府 再次建造起来 宁城并没有在城主府中 找到川心楼和乔凯瑞等人 好在他的神识感应到 水无常依然还在这里 门口的静止被触动 水无常心里一惊 赶紧站了起来 自从知道那红发男子 是专门来杀他的 他都有些神经质了 不过当他透过静止 看见站在门口的宁城后 立即惊喜无比地打开静止叫道 宁师兄 是你 他的惊喜不是假装出来的 而是发自内心 如果那红发男子再来 他除了等死 还是等死 宁城进入水无常的房间 随手帮水无常打上静止说道 是我 怎么没有看见川心楼等人 水无常松了口气说道 心楼大帝四人 等了你大半个月没有消息后 就一起离开了归都星空城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们应该去了玄黄星路 也正是因为四大星空帝都 离开了末迹星路 水无常才胆战心惊 在这个地方 他没有任何保护 若不是期盼着 宁城可能会回来 他早就偷偷离开这里了 宁师兄 你真的是去追那个红发修士了吗 水无常看得出来 宁城的脸色 还略微有些苍白 这么长时间 才回到末迹星路 他甚至怀疑 宁城受伤不清 宁城同样看得出来 水无常的担心 他点点头 是的 我的确是追那个家伙去了 犹豫了一下 宁城还是说道 你现在不用担心 那个家伙被我杀了 之所以说出这个话 是因为他得到 木本圆珠的消息 来到这个地方 本来就是水无常的功劳 无论他之前 和水无常是什么关系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至少现在 他和水无常 还是朋友关系 在水无常出了力气 他还要隐瞒水无常的话 就有些不大够意思了 水无常心里 还在想宁城 是怎么从红发他鼻男子手中 逃走的 却突然听到宁城说 他杀掉了那个红发他鼻男子 这种震惊根本就让他想不到 他张嘴压了一声后 甚至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嘴 完全不敢相信 宁城自然是强 如果宁城不强 那川心楼和乔凯瑞 也不会忌惮他 也不会传出 他一拳就将神魔岛的三岛主 轰沸 但宁城再强大 也有一个底线吧 红发他鼻男子的厉害 他亲眼看见过 宁城怎么能击败 红发他鼻男子 不但宁城不行 恐怕四大星空地中 最厉害的川心楼 也不一定比那人强 宁城打断了水无常的惊恶 无常仙子 宁师兄 如果你看得起 我就叫我无常吧 水无常总算是回过神来 看着宁城认真地说道 好 无常 心楼大帝几人去了玄黄星路 我并不看好这几个家伙 我打算去一趟玄黄星路 你帮过我 你的父亲我认识 我会帮你注意一下的 宁城见川心楼几人已经走掉 他干脆一个人过去 他之所以不看好川心楼几人 是因为那个红发男子太强大了 如果玄黄星路 再有几个这种强大的家伙 川心楼四人能逃出两个 就算是不错了 而他是必须要过去 否则他对不起那个救他一命的巨人 宁师兄 我和你一起去 我有一些逃跑手段 万不得已的时候 绝对不会拖你后退的 水无常坚定地说道 宁城本来是想要水无常留下来的 现在水无常坚持要和他一起去 他想了想也没有再拒绝 毕竟他还要回去邀请沈梦嫣 沈梦嫣的修为也不会比水无常高 无常 我能拿回那一半木本圆珠 还多亏了你 这枚戒指算是我给你的报酬 另外 我希望你不要将木本圆珠的事情说出去 宁城取出一枚戒指递给水无常 水无常自然知道宁城的意思 他赶紧接过戒指 宁师兄放心 之前如果不是宁师兄出手 我恐怕被男人杀了 无论任何事情发生 我都不会将这件事说出去的 水无常接过戒指 是要让宁城安心 不过 当他的神石落在戒指里面的时候 差点惊叫出声 戒指里面有千万恒原丹 和一堆修炼丹药 我不能要这么多东西 这么多东西水无常看得很眼热 说不想要是假的 他知道自己不能要 他仅仅提供了一个消息 如果真的拿了这么多东西 恐怕宁城会对他另眼相看 他正要 将戒指还给宁城 却看见宁城笑着说道 我能给你这么多东西 说明我有这个能力给 不要说这点东西 就算是再多几倍 只要能让我找到木本原珠 我也给他心甘情愿 宁城这话可没有瞎说 如果不是水无常提醒 他很有可能和木本原珠擦肩而过 半个月后 宁城回到江州兴 将自己要去玄黄新路的事情 告诉了纪洛飞和宁若兰 苍彩和等人后 带着沈梦嫣 水无常离开江州兴 宁若兰和纪洛飞都知道 他们的实力太低 加上宁城带回来如此多的修炼资源 他们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努力闭关修炼 星空轮的速度很快 半个月不到 玄黄新路就能用神石扫到了 怎么会变成这样 水无常站在星空轮的甲板上 看着眼前的一个巨大新路 喃喃说道 不要说水无常 就算是宁城也同样不敢相信 玄黄新路 他来过一次 当初还没有进入玄黄新路 他就感受到了那层层绿椅 这才多少年 他再次来到玄黄新路 看见的不是层层青绿 而是一片死灰气息 这让宁城想起了 玄黄新路中的圣光岭 他第一次见到圣光岭的时候 同样是寸草不生 不过圣光岭寸草不生 也没有眼前的这种满目死灰气息 星空轮停在了玄黄新路之外 宁城凝视半天 忽然说道 我明白了 怎么 沈梦烟和水无常同时问道 沈梦烟从未来过玄黄新路 倒还好点 宁城吸了口气 缓缓说道 有人要炼化玄黄新路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炼化 第0804章 时光轮之危 啊 沈梦烟和水无常同时惊叫出声 炼化一个新路 玄黄新路可不是一般的新路 而是可以媲美中天新路和末季新路 这样的超大新路 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大星空 是因为未知造成的 是谁能炼化这种新路 这里真的有人在炼化玄黄新路 水无常依然有些不敢相信 宁城点点头 我想我应该没有看错 我没有接触过炼化新路的事情 但是这些人的确是在炼化玄黄新路 不要说没有接触过炼化新路 就算是炼化一个普通星球 宁城也没有遇见过 他仅仅听说过 可以炼化一个普通星球 作为真灵世界 沈梦烟吸了口气问道 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浩瀚宇宙中有那么多的废弃星球 既然要炼化 为何不选择一个废弃的新路 或者星球 宁城还真的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水无常却说道 我知道一些 听说只有地脉根基完善 天地规则脉络清晰的新路 才有被炼化的价值 那些无人残破新球 连脉落根基都不在 规则完全破坏 炼化了也毫无用处 咦 宁城的神石 强行穿过护星大阵 惊疑地叫了一声 随即说道 星楼大帝等人 应该是被困在了巨大的阵法当中 现在看起来有些吃力 宁城没有看见川星楼等人 却感受到了一阵阵的 星空元气波动 应该是战斗的空间波动 能困住川星楼这四个人的 绝对不仅仅是一个阵法 这么简单 下去看看 宁城对沈梦燕和水无常 打了个招呼 收起星空轮 虚空迈向了玄黄星路 宁城三人都要踏入 玄黄星路外围了 也没有人过来阻拦 沈梦燕和水无常 两人都感觉到不对了 沈梦燕有些担忧地说道 宁城 星楼大地都被困住了 我们进入了玄黄星路 为什么没有人来阻拦 因为他也想要困住我们三个 宁城笑了笑 同时不断地丢出一些阵棋 当三人落在 玄黄星路外围的广场之上时 一阵阵的轰鸣 在星空中响动 仅仅几个呼吸时间 宁城三人 就再也感受不到 星路外面的星空 出现在三人面前的 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色世界 说黑色世界也许不对 应该说是一片 有无穷无尽虫子 弥漫了整个星空 这些虫子浑身漆黑 不断地 喷出黑色的水雾 个头大一些的虫子 甚至能吐出一些 风韧火光 一阵阵齐臭无比的 刺鼻味道传来 水无常和沈梦淹 都天未尽了 依然忍不住有些作物 可以想象得到 万一那黑色虫子 喷出的黑水 溅在身上 绝对是一种灾难 这种齐臭无比的 黑水溅在身上 能有好处才是怪事 这无穷无尽的 黑色虫子 还仅仅是攻击的一部分 一道道压制修为的 空间压抑传来 更是让人气闷心慌 不用宁城提醒 沈梦淹和水无常 已经看见了川心楼等人 此时四大帝有些狼狈 他们只能寄出法宝 将自己护住 不断地轰击周围的 黑色虫子 特别是川心楼 他的焚天时日塔 每一道火焰喷出 就有无穷无尽的虫子 化成飞灰 可任凭他的攻击再强大 是无法杀光这些虫子 这些虫子 不是越杀越少 反而是越轰越多 以川心楼这种修为 普通的地方 就算是用一个星球困住他 他一道攻击 也完全轰碎了 但是这个地方 无论他的杀伤力有多大 依然被这阵法挡住 无法造成更大的伤害 只要他们四个人 无法破去这个困阵 四个人最终甚至会累死 当然 宁城相信 这四个人应该 都有逃跑的手段 只是没有施展出来而已 川心楼四人之所以 到现在还没有轰开这个阵法 不是他们的实力太差 而是因为 这个阵法 有人在指挥 这个指挥阵法的修士 不但指挥虫子 还通过这个空间阵法 压制川心楼四人的修为 另外一个原因是 川心楼四人当中 没有真正的阵道高手 宁城三人进入困阵 并没有多久 无穷无尽的黑色虫子 就蜂拥而至 尽管水无常和沈梦烟 能挡住这些虫子的攻击 两人也是脸色苍白 这些虫子太恶心了 不仅仅是因为 吐出的黑水恶心奇臭 还因为这些虫子长得很恶心 只有一只眼睛不说 还长满了戴着锯齿的脚 虫子的浑身上下 都是坑坑洼洼 坑坑洼洼的地方 不断留着黑色的乌叶 这些虫子大的半尺左右 小的甚至还没有米粒大小 我来吧 宁城见水无常和沈梦烟 要寄出法宝动手 笑了笑说道 你来 沈梦烟和水无常 都疑惑地看着宁城 这么多虫子 自然要大家一起动手才是啊 一个人能杀得过来 宁城没有回答 抬手就是竖到时光轮轰了出去 如果他用时光轮 和川星楼的坟天时日塔对战 也许时光轮并不能占据优势 不过如果他用时光轮 和川星楼的坟天时日塔 比杀虫子 十个川星楼也比不上 川星楼的坟天时日塔 每轰出一棚苍白火焰 就有无数的虫子被杀 他周围数十丈 甚至为之一空 只是这种空洞 在瞬息时间 就会被多余的虫子填满 宁城的时光轮却不同 时光轮是时间法则神通 一经扫出 在宁城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一切东西都会被化成平川 消耗还并不会很大 只要去过时光荒域 见过那被时光轮扫出 无忌平川的人 自然会清楚 时光轮的厉害 到了什么程度 水无常和沈梦嫣呆呆地 看着宁城轰出去的灰色光轮 在光轮前面的一切东西 都被扫成虚无 连半分痕迹都看不见 光轮能到哪里 哪里就是一马平川 再也没有任何黑色 能挡住视线 宁城两手挥出 一道道光轮轰了出去 眼前那无穷无尽的虫子 全部消失不见 有的只有不断前进的光轮 仅仅几个呼吸时间 无穷无尽的黑色空间 就清朗起来 不要说虫子 就连一片凸起的石头都没有 川新楼等人 早就看见宁城三人进来了 他们却是没有办法理会宁城 当宁城的时光轮不断轰出 这无穷无尽的虫子 化成虚无之时 他们这才震撼地看着宁城 很快四人就反应过来 宁城出了黑色的虫子包围 进入了被宁城扫空的地方 四人刚刚离开被虫子包围的范围 一道时光轮 就从他们之前待过的地方扫了过去 几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条黑线 在时光轮之前消失的无影无踪 然后这空旷延伸出去 似乎只要有虫子 这光轮就会不断地前进 好强大的时间法则神通 时间面前 一切都是虚幻 川新楼看着宁城的时光轮 喃喃说道 他知道 宁城触摸到了时间法则边缘 说实在的 他并没有多在意 毕竟他不怕宁城的落日黄昏 就算是后来 宁城在归都城施展出时光轮 他也没有多在意 时光轮是强 他的焚天时日塔也可以挡住 直到现在 他才知道 时间法则到底有多强 他现在能挡住 可能是因为他的境界 高出宁城很多 一旦有一天 宁城的境界上来 对时间法则的领悟 更上一层楼的时候 他拿什么去挡住时间法则 也许除了时间法则 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能挡住时间法则 宁宗主 好强 掌抗天际收起法宝 第一个来到宁城身边 竖起大拇指赞扬道 乔凯瑞默默无语 尽管上次宁城 去归都他没有多话 他心里却早已将宁城 看成死人 只要他一震道 他第一个要杀的 就是宁城 他可没有穿心楼的这种忍耐 但是现在 他心里凉了 这才多久 宁城就强大到了 他需要仰望的地步 宁城追杀那个红发男子 安然无恙 还能来到这里 那红发男子 很有可能被宁城杀了 如果说宁城杀掉红发男子 他没有看见 现在宁城时光轮的威力 他可是亲眼所见 这些虫子的厉害 他也是亲手对付过 他也有大规模杀伤的神通 只是这神通和宁城的时间 法则光轮比起来 差得太远太远 川新楼三人靠近宁城后 宁城再无顾忌 时光轮化成一道道时光影子 轰了出去 数个呼吸时间 遮天蔽日的黑色消失不见 宁城知道 这不是他杀光了 这些黑虫 也许这些黑虫继续密集地涌出 他真的可以杀光 眼前消失的黑虫 除了被他杀的之外 其余的 显然被人收回去了 应该是虫子的主人知道 用这黑虫对付他 简直就是妄想 一名身穿灰袍的男子身影 慢慢显露出来 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灰衣男子没有眼睛 该长眼睛的地方 是一块完整的皮肤 让人看了有些突兀 不大舒服 在他出现后 周围空间的压制 都似乎松动了一些 宁城精通阵法 自然知道 眼前的这个空间 锁定大阵和此人有关系 你很强 这灰袍男子 面对着宁城 缓声说道 他没有眼睛 没有人能看出他眼里的神情 宁城没有回答这灰袍男子的话 他注意到 灰袍男子背后有一个竹笼 竹笼中散发出 一阵阵的黑虫气息 如果你以为 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手段 破开我的空间封锁大阵 那你们就错了 灰袍男子 语气依然不缓不慢 就算是我不用我的黑宝 你们一样走不出这里 不信你可以试试看 第0805章 圣光成九黄蜂 是吗 宁城黑黑一笑 抬手就丢出一把阵旗 同时 一堆横元丹也丢了出去 轰轰轰 接连的爆炸声音 就好像一条龙一般的响起 仅仅是十几个呼吸时间 众人的眼前就空旷起来 那压抑的空间彻底消失 残留的奇臭味道 也消散一空 谁都知道 刚才被五眼修士说的 天花乱坠的大阵 被宁城轻松破开了 五眼修士脸色一变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个刚进来的年轻修士 可以破开他的空间 锁定大阵 还破得如此轻松 由此可见 之前这个年轻的修士 进入大阵 完全是自愿的 否则的话 人家连这个大阵都不会靠近 宁城诞生说到 区区一个星空九级的锁空阵 就想要留下我 你太高看自己了 事实上 这五眼南修 还真的没有高看自己 他只是没有想到 宁城是一个星空九级的地震师而已 再说 星空九级的大阵 能叫区区 如果他知道 宁城是一个星空九级的地震师 他自然不会这么说 星空九级的锁空阵 在他全力主持下 锁住一个星空九级的地震师 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眼前的这个地震师 显然在进入大阵之前 就开始布置破阵阵齐了 他因为要利用阵法 压制住川星楼四人 没有精力将宁城看在眼里 或者说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宁城的震道水平如此强大 这才造成了这种失误 这就破阵了 川星楼 有些不敢相信地 看着眼前空旷的一切 还有失去了压抑的空间 尽管他对眼前 这个五眼男子说的话并不在意 他不认为自己真的能被困住 但是宁城如此轻松地就破阵 还是让他震撼不已 此时他才突然惊觉 他准备对付宁城的时候 竟然没有将宁城的震道水平 算计在内 和宁城这种强者做对手 哪怕一点点失误 也会丢掉小命 更何况 他忽略了如此重要的事情 川星楼心里想着自己的心思 反而将来到玄黄星路的事情忘记了 灰衣五眼修士盯着宁城 他实在想不通宁城的震道修为 怎么会如此强大 没想到这方星空 还掌控时间法则的强者 是我满久任怠慢了 明渊 有请这几位来我九黄蜂 一个哈哈大笑的声音 就好像在众人耳边响起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看见人在哪里 听到这声音后 那灰衣五眼修士 立即就变得客气起来 几位客人请随我来 他说话的语气温和 就好像刚才困住众人 大打出手的人根本就不是他 众人都将目光看向宁城 就是川星楼也看向了宁城 宁城的实力不比他差 关键的是宁城精通阵法 这说话的人根本就不在这里 却能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可见此人的修为多强大 但宁城来玄黄星路 本来就有事 自然不会被一个声音就吓退 他看着五眼的灰衣修士说道 带路吧 五眼修士对宁城拱拱手 我叫以明渊 宁城点点头 并没有说话 他自然知道 这五眼修士兴气甚高 主动说出名字 就是为了让他报名 不过宁城根本就不打算报名 更没有要和对方认识的意思 如果有机会 他不介意杀掉这个五眼修士 在他破去阵法后 他的神识就扫到了 玄黄星路的部分地方 当初繁华的墨衣城 现在没有半分人烟气息 完全是一个残破的死城 到处都是死气环绕 至于玄黄星路 更是一片荒芜 可见 这群人来到这里 干的唯一一件事 就是将这个星路的生机灭绝了 这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凶徒 他不屑认识 建宁城根本就不理自己 以明渊道也没有继续询问 主动进入了玄黄星路 踏上玄黄星路的地面之后 水无常的脸色 立即就变了 此刻的玄黄星路 根本就不能说是一个生灵星路 入眼的都是一层灰色 死气弥漫 墨衣城更是犹如鬼城 水无常看到这里 他岂能不知道 父亲凶多吉少了 不要说他父亲 恐怕整个玄黄星路的修士 都凶多吉少了 宁城停在了墨衣城的外面 似乎若有所思 九皇子在圣光城等候几位 请随我来 以明渊笑盈盈地 伸手引着圣光岭的方向 不用以明渊说话 宁城的神石 已经扫到了圣光岭 当初一片黄沙的圣光岭 眼下却是一个宏伟大城 这个城有些怪异 中间就好像山峰一般 突兀的树起 这个宏伟大城 一样的是生机微弱 这个巨城的 外表的阙刻着圣光城三个字 宁城的神石 没有半分迟疑地就渗透进去 却发现这个圣光城 竟然没有神石禁止 他的神石很容易就扫进去 看见中间突兀树起的山峰建筑 在这个突兀树起的山峰建筑之前 悬浮着几个古怪道运的大字 九皇峰 几位请随我进城 见宁城停在了墨衣城之外 在自己说了 请随我来后并没有动 以明渊只有 再说一次 宁城能扫到圣光城 川兴楼等人自然也用神石扫到了 他们也有些疑惑 为何圣光城没有神石禁止 宁城对以明渊诞声说道 你回去告诉你们九皇子 我就在墨衣城等他 说完 宁城根本就不等以明渊回答 转身就进入了墨衣城 见宁城进入墨衣城 水无常和沈梦嫣 自然也跟着宁城进入了墨衣城 川兴楼四人虽然不知道宁城的意思 不过现在 大家都是一条线上的 自然也不会对着干 见宁城等人进入了墨衣城 以明渊也不生气 抱全客气地说道 既然如此 我就回去禀报九皇子 看见以明渊远走 依九凤皱着眉头说道 这个九皇子到底是什么来历 水无常咬着牙说道 无论他是什么来历 他都是一个恶魔 玄黄心露死气沉沉 可见这里原来的人都被他杀光了 宁城沉生说道 都被杀光了到不一定 玄黄心露庞大无比 只要他一天没有炼化 就一天杀不光这里的人 宁城想到了千冈森林的祖库祭坛 他肯定 哪怕九皇子再厉害 也不可能炼化那个祖库祭坛 圣光城中间的九皇风很古怪 有些像一个祭坛 川新楼宁重地说道 不是有些像一个祭坛 那本来就是一个祭坛 那个祭坛 就是用来炼化玄黄心露的 我看那个九皇子也就这样 这玄黄心露 没有个几百年 他就别想炼化 宁城回答道 他惊言阵法 早已注意到 九皇风是由顶级祭阵组成 他之所以没有去圣光城 是感受到圣光城不简单 别看表面没有半分异状 似乎也没有什么阵法禁止 但是宁城的神识 落在圣光城里面后 立即就感受到了一种威胁 他肯定圣光城有困杀阵 只是他没有看见而已 对这种半点把握都没有的事情 宁城自然不会去冒险 玄黄心露外面的护心大阵很简单 墨夷城周围也没有什么阵法 他留在墨夷城 没有任何困阵威胁 傻瓜才会去圣光城 几人走进墨夷城后 一股腐朽残破的气息扑面而来 宁城和水无常完全不相信 这里数年前还是热闹繁华的所在 众人都有些沉默 好一会川心楼才说道 宁宗主 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 见那个九皇子 去水家的地方吧 说完 宁城又看向水无常说道 无常 你带心楼大帝等人 先去你水家的宾客厅 我一会就来 水无常自然不会询问 宁城要干什么 倒是宫生对川心楼等人说道 几位大帝请随我来 川心楼等人也猜到宁城要干什么 他们也没有过问 至少宁城现在是和他们一伙的 川心楼等人远去后 宁城取出镇旗 不断地在墨夷城洒出去 这些镇旗被他洒出后 很快就隐匿在虚空中 或者是落在了废墟里面 没有半分的星源波动 半个时辰后 宁城赶到水家宾客厅的时候 众人已经坐好 水家的宾客厅 也被水无常整理了一下 加上坐了几个人 多了一些生机 宁城进来的时候 左边最上手的座位空着 在最上手的座位旁边 是沈梦嫣坐着 紧跟着落座的是川心楼 依九凤 乔凯瑞 掌康天际和水无常 宁城一看这个座位排序 就明白了过来 今天和九皇子面对面的主要人物 不是川心楼 而是他宁城 川心楼在这上面 倒是看得很明白 否则以川心楼的地位 那绝对不可能坐在宁城下方的 至于沈梦嫣 坐在紧靠宁城的座位 宁城同样很清楚 他和沈梦嫣的关系 想必川心楼很清楚 或者在川心楼等人看来 沈梦嫣等同于宁城的丈母娘了 让沈梦嫣坐在宁城身边 除了对宁城的尊重之外 还有一层意思 那就是 今天的事情都交给你宁宗主了 地位给你了 事情怎么办 你要自己看着 宁城淡淡一笑 他根本就不在乎 坐在什么位置 对他来说 无论坐在什么地方 该做的事情 他一样会做 不该做的事情 也不会因为坐了这个守卫 就变得不同 宁城坐下并没有多久 大厅的空间一阵扭曲 几道人影突兀地 出现在了宾客厅中间 第0806章 一言不合 出现在宾客厅的是六个人 为首的是一名 看起来很年轻的男子 如果不是他脸上 有一道道的隐约波纹 这男子也算是一个英俊小生了 宁城却绝对不会 将他当成英俊小生 这男子身上的道运波动 一点都不比他杀掉的 那个红发 他鼻羞示弱 甚至还要更强大 这年轻男子左右 各有一名娇媚少女 其中一名少女满头银发 却显得端庄异常 另外一名少女 皮肤白皙得有些诡异 整个人都透露出 一种骚媚气息 跟着这三人后面的 还有三名男子 一人就是之前布置阵法 放出腥臭黑虫 困住穿心楼等人的 以明渊 站在以明渊身边的 是一名瘦弱的 比竹竿不会好 多少的修饰 也许是这人太瘦 一张脸犹如骷髅 没有半分表情 显得极为木然 最后一名男修 戴着一个面具 让人看不清他的相貌 甚至连气息 都被遮掩住了 脸带波纹的男子 直接走到右边 最上手左下 那两名女子 分开站在这男子身后 等这脸带波纹的男子 坐下后 以明渊三人 这才一次坐下 直到几人都坐定 这脸带波纹的男子 才将目光落在凝城身上 你的架子不小啊 让我亲自来一趟 不过 既然你这种人 才来到了我的地方 我满酒任 也不是小气的人 对有本事的人 我一向都很善意 凝城倒是没有在意 这满酒任 就算是以明渊一进来 神识就死死地 落在他身上 他也没有在意 他疑惑的是 那个脸戴面具的男子 这个男子从进来后 就盯着他不放 好像盯着生死仇敌一般 连杀气都无法控制住 哪怕这家伙戴了面具 凝城也肯定自己 没有见过这个家伙 他不知道这个家伙 为什么和他如此大仇 在听到满酒任的话后 凝城没有在注意 这脸戴面具的男子 同样对满酒任平静地说道 你应该就是 以明渊口中的九皇子吧 我想在这之前 我们要弄清楚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 不是你九皇子的 而是玄黄新路 墨一城的水家 而且水家的人 现在就坐在这里 记得以后 不要随便将别人的东西 说成自己的 我会鄙视你的 听到凝城的话后 满酒任愣了一下 随即哈哈大笑 那是过去的事情了 现在玄黄新路 就是我满酒任的 话语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一道道强悍的道运散意出来 显然只要凝城一句话不妥 他就要动手 原本穿心楼是 想要将玄黄新路的 外来者全部杀绝 现在他自然改变了想法 他穿心楼 还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杀光这里的外来者 他看得出来 加上满酒任 这里至少有三个人 不下于他 一旦打起来 他们能不能成功退走 是一回事 更重要的是 他来这里的目的没有达成 不等凝城说话 川新楼就拦在前面说道 九皇子既然占据了玄黄新路 那这里自然是九皇子的地盘了 我们几人今天来这里 是想要和九皇子达成一个协议 川新楼的话还没说完 满酒任就冷哼一声打断 你 还没有资格和我达成什么协议 川新楼的脸色 被这句话气得铁青 只是他依然不敢动手 满酒任毫不在意 反而转向凝城说道 我今天来这里是为了你 如果不是你的话 这几个人 我理都懒得理 你修为不高 竟然能够触摸到时间法则 甚至有办法杀掉红伦 我对你的兴趣很大 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凝城心里一沉 他猜到红伦是谁了 就是那个被他杀掉的红发 他避难 见凝城皱眉不说话 满酒任冷声说道 我看中你 只想你 投靠我满酒任 我不会亏待你的 杀红伦的事情 我都可以和你一笔勾销 否则的话 我满酒任就要为红伦报仇了 至于你身边这千娇百妹的道理 嘿嘿 你也会想到后果 脸戴面具的南修 听到满酒任说 沈梦嫣是凝城的道理 拳头握得更紧 甚至咔咔作响 凝城不屑地说道 满酒任 我看你是当皇子当的 脑子糊涂了吧 白吃一个 满酒任听到凝城的话 脸上的纹路都渴不起来 今天他主动来凝城这里 邀请凝城投靠他 可以说是他姿态放得最低的一次了 如果不是看在凝城的震道水平 和触摸到了时间法则神通 他岂能来到这个地方 现在他李贤下事 居然被一个蝼蚁骂白吃 今天他不杀掉这个蝼蚁 他满酒任的脸 还往哪里放 他满酒任喜欢人才不错 却也不是允许手下以下犯上的 尽管凝城还没有投靠他 在他眼里 凝城已经算是以下犯上了 全部杀光 这蝼蚁身边的女人留着 本会一起干了他 满酒任喝完 抬手就多了一条金色长鞭 果然是一群畜生 沈梦烟气得浑身发抖 满酒任叫出动手的同时 凝城就祭出了自己的新红炼玉枪 穿心楼 依酒凤 纷纷祭出法宝 对凝城这一方来说 穿心楼修为最高 凝城以为穿心楼会缠住酒皇子 没想到穿心楼手中的 坟天十日塔祭出后 直奔以鸣冤 口中还立声说道 用阵法案算算什么本事 给我死去吧 说话间 坟天十日塔白色的火焰 从坟天十日塔中爆棚而出 几乎要将这一方空间都融化掉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穿心楼 真的是因为愤恨以鸣冤 这才选择以鸣冤动手 只有凝城心里清楚 穿心楼是不敢和满酒任打 将满酒任让给他了 乔凯瑞和掌抗天际 也同时祭出了法宝 两人联手 对付那犹如竹竿一般的修士 他们看得出来 这里最厉害的是九皇子 其次是以鸣冤 第三就是那竹竿修士 至于那戴着面具的修士 尽管神秘 修为似乎并不是非常强大 最多也不过永恒近后期 一九凤最后出手 围住他的 就是那戴着面具的修士 以及穿心楼身边的两名女子 至于水无常和沈梦烟 都是天位静修为 在这种战斗中 根本就插不上手 只能退后 满酒任手中的金色长边一抖 卷起一层层的空间激荡 就让我来看看你的时间 法则神通到底有多厉害 战斗一起 穿心楼等人就打出去了 水家本来就残破的老巢 更是被轰成一片碎渣 这一刻 墨一城空间激荡 星园不断炸裂 各种法则神通 在这里碰撞轰鸣 本来就是鬼城的墨一城 在这种狂暴的打斗下 更是连残破的建筑都消失不见 化成了一道道纵横沟壑 穿心楼之前 虽然被以鸣冤困住 要论实力的话 它并不比以鸣冤弱多少 两人从城中打到了城外 越战越爆裂 乔凯瑞和掌抗天际两人 却堪堪和竹竿打成平手 反而是一九凤占据了上风 一九凤的实力 仅次于穿心楼 他的对手是三个 却相对较弱 宁城盯着满九刃卷起的空间激荡 看着满九刃 这种卷动空间的举重若轻 他心里暗自叫苦 他知道自己绝对不是满九刃的对手 不但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相差还不是一点两点 对方尽管没有动手 那金色长边卷起的层层空间激荡 就好像将整个宇宙都卷在边中一般 只要自己一动 这层层的空间激荡 就会将他压成粉末 只是穿心楼这家伙没中 将最强的对手让给了他 本皇子让你先出招 否则我出手后 你恐怕一辈子 也无法施展出时间法则神通了 满九刃盯着宁城讥讽道 宁城缓缓吸了口气 他知道满九刃没有瞎说 一旦满九刃动手 这一方空间将再也不属于他 哪怕他的落日黄昏恐怕也无法挣脱 也就是说满九刃先动手的话 他也许连动手的机会都没有 宁城的意念沟通到了五色列星剑 除了这支剑外 他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手段 可以压制住满九刃 他和满九刃的实力相差得太大了 他心里生起一种浓烈的渴望 渴望实力 他之前为了杀红伦 被五色列星剑反噬成重伤 这才多久啊 他又要动用五色列星剑 他在伤势愈合后 还隐隐警告过自己 不要随便动用五色列星剑 但是他却不得不用 上一次是为了让玄黄珠圆满起来 这一次却是为了保命 你们两个立即就走 离开玄黄星落 这里交给我 宁城传音给水无常和沈梦嫣 这里除了他和满九刃之外 只剩下了水无常和沈梦嫣 其余的人早就打到墨夷城中 城外去了 水无常很是见机 他很清楚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他留在这里 只是拖后腿而已 宁城刚刚将话说完 他就寄出了一枚福禄 福禄闪动之后 他整个人都从这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沈梦嫣叹了口气 他没有福禄 同时他也不想走 他隐约有一种感觉 于月辰是真的来到这个地方了 见水无常利用福禄走掉 满九刃一哼 既然你不想动手 那就去死吧 金色的长边卷动起来 一时间 整个墨夷城上空 都成了翻腾的空间 一种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的念头 毫无理由地 从宁城星头升起 宁城石海鼓动 下一刻五色猎星剑就被他寄出 第0807章 宁城的退路 宁城用过五色猎星剑 知道这剑有多么恐怖 这剑只要他开始 寄出就收不回来 必须要发出去才行 而且 这五色猎星剑 不吸收足够的星源 没有足够的神石鼓动 那就射不出去 射不出去 只能继续吸收寄出者的星源 若是实力不够 不等五色猎星剑反噬 那狂暴的吸取 就可以让寄出此剑者 成为肉干 满九刃冷笑地看着宁城 他并没有先动手 不是他要信守自己的承诺 而是他心里依然有些希望 宁城能成为他的手下 等宁城出手后 发现时间神通法则在他眼里 犹如雕虫小技 也许就只能投靠他了 他是做大事的人 正缺少这种 触摸到时间法则的手下 宁城取出几枚镇旗 和一枚玉剑 放在了沈蒙烟的手中 传音说道 一旦我倒下 你立即冲出去 到了墨一城的大街后 马上丢出这些镇旗 然后去玉剑中的地方 他怕自己这次损耗过大 连镇旗都拿不出来 这是沈蒙烟在这里 如果沈蒙烟不在的话 他肯定会叫出追牛 宁城刚刚做完这些 被他寄出的五色猎星剑 已然化成了一道 五彩缤纷的弯月彩虹 悬浮在空中 一只散发出恐怖杀意的黑剑 搭在五彩弯月之上 满九人的脸色变了 狂暴撕裂的恐怖杀意 漫天席卷了过来 这一刻 整个空间都不再是他满九人掌控 而是被黑剑席卷 黑剑席卷了 这狂暴的杀意后 变得越来越淡 五彩缤纷也越来越淡 满九人眼里充满了惊骇 他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他无法做任何事情 在这种强大的剑意锁定下 他竟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住手 你射出这剑后 我肯定没事 所有和你有关系的一切人和地方 都会化成积粉 满九人疯狂地叫道 他希望宁城相信他的话 宁城射出这剑后 真的无法杀掉他 但是他的损失就算是将几个玄黄心路给他 他也不愿意 宁城无法助手 他吸取了第一次寄出五色猎心剑 缓慢吸收心源 剑射出去也很缓慢地教训 这次他的心源和神石疯狂地涌了上去 他怕的是 五色猎心剑杀意 无法彻底锁定满九人 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五色猎心剑轰出去 惊血再次疯狂地燃烧 兽源更是堆积上去 一并燃烧 他脑海中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快点射出这支剑 他绝对不能让满九人 正拖猎心剑的杀意 也不能让以明渊等人能进来相助 这一方空间都被五色猎心剑的灰色弥漫 满九人没有继续让凝成助手 他看出来了 凝成自己都无法助手 他眼里闪出一丝恨意 不杀凝成 他事不甘休 如果他知道 凝成施展的不是时间法则神通 如果他知道 凝成祭出的是 这样一支五色猎心剑 如果 他后悔 后悔让凝成出手射出这一剑 后悔不应该想要看看 凝成的时间 法则神通到底是什么 宇宙中有如果 不过 他还没有这种大神通施展 这一刻 他脑海中竟然浮现出一个 能施展出让 如果实现的大能 可惜 那只是他的仰望而已 那同样是时间法则神通 不是眼前这个蝼蚁之前 施展时光轮的 低级时间法则神通 那是真正的强大时间法则大神通 尽管沈梦烟在凝成身后 受不到那无穷无尽杀意的侵蚀 但是这种恐怖的杀意 已然让他脸色发白 浑身颤抖 完全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他从未见过 这种恐怖的杀意 他肯定 如果他站在凝成的前面 面对这支箭 那根本就不用 这支箭发出去 他自己 就先行崩溃涅化了 看见满酒人的眼里 充满了惊恐 沈梦烟心里竟然安定了一些 他微微淤了口气 将目光落在了凝成身上 随即他脸色再次大变 凝成浑身颤抖 脸色发灰 就连头发都慢慢变得灰白起来 他嘴角不断地溢出血迹 整个身体的骨骼 咔咔作响 似乎随时都可能被压倒在地 沈梦烟也是天位镜强者 自然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凝成不但在燃烧自己的星园 和石海神石 还在燃烧自己的寿园 这到底是什么剑 如此可怕 咻 凝成手中的五色猎星剑 终于脱弓而出 周围凝聚了很久的杀意 在这一刻爆棚起来 一道道空间的裂痕凭空出现 灰色的死亡气息 凝聚成了一点 磅礴无边的杀意奔涌而出 噗 凝成再次一道血剑喷出 整个人都倒在地上 连一句快走都无法说出来 他第一次寄出五色猎星剑 就没有完全康复 这次再次寄出五色猎星剑 而且又如此之急 已经伤害到根本了 尽管他有玄黄本源 但是伤疾根本也不是 一天两天能够康复的 轰满九刃卷起的层层叠浪空间 在这种爆棚的杀意 之下化成虚无 他的领域更是犹如纸壶一般 半分抵挡力量都没有 满九刃比红发他比男子要强一些 强的也有限 红发他比男子 躲不开凝成这一剑 他一样躲不开 五色猎星剑撕裂的灰色杀意 直接轰在满九刃的胸口 在这一瞬间 满九刃的身体 忽然抖了一下 似乎再次幻化出一个身体来 碰 满九刃的身体发出一声喷响 一声惨叫传来 满九刃被轰成虚无 沈梦嫣却震惊地看着 被轰成虚无的满九刃身边 那里还坐着一个满九刃 这个满九刃和之前被五色猎星剑 轰成虚无的满九刃一模一样 嘴角还一直血迹 浑身心圆紊乱 气息不稳 原神替身 沈梦嫣惊声叫了出来 他出身于视角 尸程也非同一般 对原神替身自然听说过 原神替身是无上宝物 等于让人多出一条命来 只要你有原神替身 哪怕你马上就要被杀了 你好无反抗能力 原神替身也会在你临死的时候 将你剔下 让你免于一死 刚才满九刃明明无法逃脱 却能安然无恙 显然是损失了自己的原神替身 让他免于一死 满九刃伸手抹去了嘴角的血迹 看着惊恐的沈梦嫣 缓慢地爬了起来 如果是面对宁城 此时他逃了一命 他会毫不犹豫地 祭出顿服逃走 因为他的实力 连百分之一都不剩下了 他用了原神替身 损耗同样是巨大的 他要恢复实力 需要时间去疗伤 不过沈梦嫣区区一个天位静修士 他根本就没有看在眼里 自己的原神替身 被这个蝼蚁毁掉了 他不将这个蝼蚁的道理 好好地整治一番 他就不是满九刃 明镇一方的九皇子 从来都只有他教训别人 什么时候轮到别人来教训他了 沈梦嫣很快就醒悟过来 这个九皇子 现在还没有绝对的实力留下他 他赶紧冲上前 抱起凝城 转身就飞顿了出去 满九刃见沈梦嫣竟然敢逃 嘴角激笑一声 抬手丢出去一道鸿芒 在这个地方 就算是他不去追 他让沈梦嫣也无法逃出玄黄星路 沈梦嫣冲出水家老巢后 看见的是一片纵横沟壑 哪里还有墨依城街道 凝城告诉他 到了墨依城街道后 丢出镇旗 可现在没有街道 他怎么办 川新楼 乔凯瑞 掌抗天际 和一九凤等人 一个都不见了 就连那个没有眼睛的以明渊 和瘦弱如竹竿的男子 也不在这里 只有那名妖艺娇妹的女子 和脸带面具的男子 还坐在一处巨大的裂缝边缘 那娇妹女子 显然受伤不清 根本无法动弹 倒是那脸带面具的男子 看见沈梦嫣抱着凝城出来 顿时怒吼一声 放下他 沈梦嫣根本就懒得理睬 这个戴着面具的男子 抬手就是 数到鸿芒即出 这是他最强大的手段了 也是当年他晋级天位后 师父留给他的 这脸带面具的男子 本来就被一九凤重伤 陷在他愤怒之下 只能勉强祭出一面圆盾 挡在面前 鸿芒带着奸笑轰在圆盾上 让这男子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但依然有一道鸿芒 穿过他的大腿 再次溅出一盆鲜血 此时满酒刃也追了出来 沈梦嫣来不及多想 将手中的镇旗 全部丢了出去 他手中的镇旗刚刚丢出去 就形成了一道道的空间波动 仅仅是几个呼吸时间 这些空间波动就聚拢起来 完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脸戴面具的男子和满酒刃 愣神地看着消失的沈梦嫣 甚至有些不敢相信 好一会 满酒刃才震惊地说道 随手就布置了一个隐秘的 临时单向传送镇 这人简直就是一个天才 他说 宁城是天才 可不仅仅是宁城 能布置这个镇法 而是另外两点 第一宁城在进入墨一城后 还能想到布置一个 单向传送镇作为退路 第二是 墨一城被毁成这样了 这个单向传送镇还能用 显然当初 布置这个传送镇的时候 对方就想到了 通过空间隐秘传送镇期的办法 事实上 满酒刃还没有彻底明白 宁城这个镇法的厉害之处 宁城的这个 镇法等级并不高 不过他布置下来的镇期 可以呼应 就算是被轰离了原来的位置 也可以通过别的镇期 在最短的时间会还原回去 他走不掉 这个镇法 也只是一个短距离传送镇而已 满酒刃很快就明白了 宁城这个传送镇的短板 很厉地说道 他会先封锁住玄黄星路 等他伤好了后 再慢慢炮至宁城 第零八零八章 逃进祖库 沈梦燕落在了一片 全是枯萎死树的灵子边缘 他谨慎地 用神石扫了一下四周 好一会后 他才确信 这周围没有人 沈梦燕震到水平一般 却知道 刚才宁城让他丢出去的 几枚镇旗 是传送镇旗 他心里叹息一声 愈发佩服女儿于青的眼光 在进入墨夷城的短短时间 凝城竟然连退路都找好了 凝城不仅仅是实力强大 眼光也不一般 如果青儿还在就好了 沈梦燕低头看了看 头发都已灰白 容颜比他要老很多的凝城 轻轻地叹了口气 他猜得出来 这个地方还在玄黄星路 尽管逃出了那个九皇子的神石范围 他必须还要继续走 拿出凝城给他的地图预检 沈梦燕手微微一抖 预检上写着千冈森林几个字 上面还标明了要去的方向和位置 千冈森林不正是他告诉凝城 自己要来的地方吗 凝城要他进入千冈森林 肯定是为了他着想 沈梦燕心里感激凝城 赶紧抱着凝城 冲入了这早已没有绿色的千冈森林 数天后 沈梦燕停了下来 预检地图标注的位置 就到此为止 他不知道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怀里的凝城 依然没有醒过来 东一声恐怖的声响传来 沈梦燕张口 就是一道血剑喷出 这一声东响 差点将他的五脏六腑 都颠了个头 就连石海也翻滚不已 这是什么声音 如此可怕 沈梦燕迅速后退 这种可怕的声音再来几下 不用九皇子追杀 他自己先交代在这里了 燕一 多谢你了 凝城却睁开了眼睛 他同样是被那一声东响惊醒的 惊慌中的沈梦燕 见凝城清醒 立即欣喜地说道 你醒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好谢的 这是沈梦燕心里下意识的话 自从知道凝城和于卿的关系后 他还真的没有将凝城当成外人 凝城叹了口气 尽管他和于卿真的没什么 他也没有出言反驳沈梦燕的话 随手取出几枚丹药吞了下去 几枚丹药下去后 凝城的气血迅速聚拢 身体的恢复也加快了速度 又是一声东响传来 沈梦燕心里再是一阵阵的翻涌 好在他距离内东响远了一些 总算是没有喷出鲜血 凝城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这个声音太可怕了 沈梦燕一边祭出一面防御法宝 同时对凝城说道 这种声音似乎蕴含着一种道运 让他的心圆都无法压制住 凝城吸了口气说道 燕姨 我们不能走 在这个地方 虽然这声音很恐怖 我们还能保住小命 一旦离开祖库祭坛 我们必死无疑 以满久任的性格 我废了他的替身 他能放过我们才是怪事 凝城在倒下去的时候 还有一些意识 他知道 因为满久任的原神替身 他的五色猎星剑 并没有干掉对方 这个时候离开祖库祭坛 那真的是找死 说完这句话后 凝城再次吞下几枚丹药 勉强祭出无极青雷城说道 燕姨 你不要后退 我们继续进去 只有进去 我们才有生路 东的一声再次传来 打在了凝城的无极青雷城上 沈梦燕这才发现自己 并没有受到半分影响 他没有继续退后 抱着凝城 再次冲向了祖库祭坛的方向 凝城的强大 他亲眼见过 他相信 凝城选择进来是对的 沈梦燕和凝城 再次进入祖库祭坛方向后不久 沈梦燕之前站立的位置 就多出了一道人影 不过这个人影 看了看祖库祭坛的方向 并没有跟着追上去 而是选择了离开 两个时辰后 沈梦燕停在了一处 坍塌的峡谷之外 这一片峡谷凌乱不堪 到处都是坍塌的景象 燕姨 就停在这里 我放开无极青雷城的静止 你容一丝神念 进入我的无极青雷城 帮我控制着青雷城 我要疗伤 凝城说完 根本就没有等沈梦燕回答 就奋出了无极青雷城的控制权 沈梦燕立即就感受到了 无极青雷城的浩瀚 以及青雷城里面的无尽雷狐 好在无极青雷城是凝城的法宝 他帮助凝城支撑起来 压力并不大 凝城将无极青雷城的控制 转给沈梦燕部分后 整个人完全沉寂下来 他几乎是屏蔽了自己的六十 全力疗伤 沈梦燕见状 赶紧寄出一个洞府法宝 将凝城放进洞府法宝 这才坐在凝城身边 一边控制着无极青雷城 一边等候凝城疗伤 时间就这样慢慢地流逝 数天时间过去后 沈梦燕也感觉到吃力起来 他有些支持不住了 但是 看凝城并没有起来的迹象 也只能继续坚持着 又是两天时间过去 沈梦燕愈发感觉到 自己的神识不够 控制氢雷城更是艰难 感受到每次冬想之后 无极氢雷城就会缩小一些 沈梦燕心里也越来越担心 他取出一些横圆丹 一边吸收横圆丹中 纯净的星空圆灵气 一边希望凝城早点醒来 横圆丹的星空圆灵气 让沈梦燕很快就陷入了修炼当中 在他陷入这种修炼中后 一种强大的气息被他感应到 这种气息 让他体内一些残余的单独杂质涅化 同时让他的食海和经脉纯净起来 不但吸收横圆丹的速度更快 就连对神通和道法的感悟 也变得更为深刻 沈梦燕下意识地靠近了凝城一些 这种气息越靠近凝城就越强大 沉浸在修炼中的沈梦燕隐约觉察道 影响他修炼的气息 是一种本源气息 他没有强迫自己醒来 这种机会一生都难得到一次 被沈梦燕吸收到的 的确是一种本源 是凝城修炼疗伤过程中的玄黄本源 一般凝城修炼的时候 绝对不可能有人在他身边 这次沈梦燕留在他身边 完全是意外中的意外 玄黄本源在凝城的玄黄无相下 在整个身体中不断进行周天运行 沈梦燕靠在凝城身边 吸入玄黄本源气息 洗涤自己的身体 完全是自然形成 玄黄本源在运转的过程中 绝对不允许一些杂质 沈梦燕的功法比起凝城来差得远了 哪怕他修炼到了天卫镜 体内依然存在杂质 在玄黄本源气息的运转下 这些杂质将被渗透出去 在沈梦燕陷入修炼之后 无极青雷城就稳固了下来 修炼中的沈梦燕 不但可以让无极青雷城 持续护住他和凝城 还能继续修炼 又是一个月时间匆匆而过 修炼中的沈梦燕 豁然醒了过来 他是被一种修为隔阂挡住了 他没有继续修炼 而是震惊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他全身上下都覆盖着一层污垢 散发出一阵阵的意味 看见这种近况 沈梦燕差点惊叫出声 他到了天位境之后 可以说身体的杂质 已经越来越少 激进于无了 却没有想到 今天还渗透出这么多的杂质 哪怕是在宁城身边 他也觉得羞愧无比 不过 当他的神识落在宁城身上之时 总算是松了口气 宁城毫无意识 显然陷入了最深层次的 闭关疗伤当中 沈梦燕松了口气 赶紧站起来 随手打出几道隔绝静止 这才将自己的衣服 全部脱掉 几道去沉觉 丢在自己身上 迅速清除了身体的杂质后 赶紧换上一套内衣 在沈梦燕刚刚换上内衣 还没有来得及 套上外衣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轰的一声 外面的无极青雷城 被人轰开 同时 一道神识穿了过来 落在了他的身上 沈梦燕惊叫一声 他衣服还没有完全穿上 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情 无极青雷城被轰开 宁城也惊醒了过来 无极青雷城 他心神相连 有人轰开他的防御法宝 他岂能不惊醒 轰 下一刻 沈梦燕的洞府法宝 就被轰开 惊骇无比的沈梦燕 赶紧躲在了宁城身后 这种本能的躲避 让他忘记了 别人是有神识的 一道喷火的目光 落在他和宁城身上 那脸带面具的男子 正死死地盯着 只穿了内衣的沈梦燕 两个肩肤淫妇 我倒是打搅了你们快活 脸带面具的男子冷哼一声 浑身杀气暴义 领域更是鼓动的周围空间 一阵梦响 畜生 我们疗伤关你什么事情 你这种畜生 杀了这么多人 不得好死 沈梦燕回过神来 恨声骂倒 他问心无愧 自然不会有什么心理阴影 他迅速取出外衣 正想套在身上 又是冬的一声传来 他嘴角一出一丝血迹 手中的衣服落在地上 宁城心里冷笑 区区一个永恒静后妻 也敢来这里 打搅他疗伤 哪怕他伤势还没有彻底康复 也不是一个永恒静后期的小东西 可以来打搅的 宁城正想祭出新红炼玉枪 脸色却微微一变 下一刻 他就收起了新红炼玉枪 抓起沈梦燕 迅速地窜入那残破不堪的峡谷路口 脸带面具的男子 嘴唇都咬出一丝血迹了 他看着宁城消失的方向 没有继续追上去 几夕之后 又是两道人影 落在了他的身边 一人正是那个没有眼睛的乙明渊 还有一个是身穿绿衣的男子 以明渊看着宁城消失的方向 略带沙哑地说道 此人好生厉害 竟然能在九皇子手下逃到这里 绿衣男子只是盯着宁城消失的方向 并没有说话 他不知道宁城用什么手段 让九皇子重伤的 宁城能杀掉红轮 让九皇子重伤也很正常 第零八零九章 好人总是有的 东东的声音 尽数被无极青围城挡住 哪怕宁城的伤势 还没有彻底康复 他此时的修为 也不是当初天卫镜可以相比 宁城走了几个方向 都没有遇见空间吞噬 他知道 要进入那一片血湖 就必须要找到空间吞噬的位置 又是一炷香后 一阵阵空间塌陷在宁城身后出现 沈梦嫣脸色苍白 他从未见过 这种威势的空间塌陷 就是这里了 宁城加快了速度往前冲去 他现在自然知道 这里应该是一个 巨大的空间塌陷阵 进入这个地方 还有一定的危险 一旦运气不好的话 很有可能被这空间 塌陷阵吞噬掉 宁城越奔越下 当背后的空间塌陷消失不见 周围的一切景物都没有的时候 宁城停了下来 这是什么地方 沈梦嫣被宁城放下后 一脸震撼地问道 他的眼前是一片暗红 似乎到处都是一片腥味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自己 似乎还没有穿上外衣 赶紧取出一套 衣裙套在身上 见宁城的注意力 并不在自己身上 沈梦嫣才遇了口气 上前几步 走到宁城身边问道 宁城 宁城的神识谨慎地观察着周围 他知道 这个地方是人为不止的 只要来到这片地方 就意味着到处都有危险 宁城点点头 是的 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当初我欠了一个人的人情 他被困住这里 还救了我一命 在他救我的时候 我就承诺过 一定要来救他 现在玄黄兴路被那九皇子占了 我担心 有一天 那九皇子 真的会将这里完全炼化 我连报恩都没有机会 沈梦嫣心里惊异不已 宁城还来过这个地方 宁城脚步迅速 很快再次停了下来 沈梦嫣张大嘴巴 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他看见了一个血壶 血壶中有一颗巨大的心脏 不要说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心脏 沈梦嫣就算是想都没有想到 还有如此大的心脏 心脏在不断地跳动 每跳动一下 就发出一声咚的巨响 沈梦嫣终于明白了 之前那圣人心魂的咚声来自何处 他从未想过 一个心脏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如果不是宁城有这个青雷城 他恐怕连站都没有办法站住 这个血壶 心脏 沈梦嫣嘴里喃喃地自语道 他能看出来 这个心脏是人身体中的 这要是什么样的巨人 才会拥有这种巨大的心脏 燕衣 你留在这里 无极青雷城会护住你的 我去救人 宁城一边盯着血壶 一边对沈梦嫣说道 就谁 这里没有人啊 沈梦嫣疑惑地说道 宁城看着眼前的血壶凝重地说道 这个血壶很可怕 里面有无穷无尽的虫子 我们的气息传入血壶中 再过一回 这血壶中的虫子肯定会跑出来 宁城在和沈梦嫣说话 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血壶 血壶中的心脏其实并没有这么大 这心脏中有无数的暗红色虫子 这些虫子可以炸开心脏 蜂拥而出 他甚至怀疑 就算是将这些虫子完全灭掉后 这个心脏是不是还能跳动 沈梦嫣听到宁城的话 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 宁城一说无穷无尽的虫子 他就想起了刚刚进入玄黄星路 被恐怖黑虫围住的情景 血壶就好像被他和沈梦嫣 两人的对话惊动一般 咕噜噜的血泡翻滚上来 紧跟着这咕噜噜的血泡 就是密密麻麻的擦擦声音响起 沈梦嫣看着无穷无尽密密麻麻的红色虫子 从血壶中爬出 他的头皮一阵阵地发炸 这些只有豆子大小的暗红色虫子 带着粘液密密麻麻 无穷无尽 一个个堆积起来爬出血壶 似乎是闻到了他和宁城的气息 都是朝这边蜂拥而至 同一时间 空间传来一阵恐怖的强大压力 沈梦嫣就感觉到 控制无极青雷城的压力变大 嫣嫣你努力控制住无极青雷城 我去救人 宁城祭出新红炼玉枪 如果还是天未尽 此时宁城一样被压制住了 但是宁城现在的修为 比起当初的天未尽来 强大太多了 哪怕他的实力没有完全恢复 也绝不是天未尽可以相比的 无穷无尽的虫子 扑向了宁城这边 宁城抬手就是一道时光轮 这些虫子不仅仅是恶心 还坚硬无比 不过宁城相信 哪怕这些虫子再坚硬 也无法坚硬过时光轮这种时间 法则神通 灰色的时光轮席卷而出 看着一堆堆的暗红色虫子 被时光轮碾压成为虚无 宁城总算是松了口气 他不怕虫子多 就怕他干不掉这些虫子 只要时光轮可以干掉这些虫子 他就不用担心 这无穷无尽的虫子再多 再厉害 在横扫一切的时光轮下 也是毫无意义 虫子不断地堆积起来 扑向宁城 宁城一面不停地打出阵旗 一面间隔着祭出时光轮 他知道这些虫子 在祖库祭坛的驱动下 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吸血大阵 这个吸血大阵 甚至可以将他全身的精血都吸空 他担心自己抵挡不住 这才要先行布置阵法 只要他将这些虫子干掉 那黑色的祖库祭坛出来后 他就会少去很大的威胁 暗红色的虫子 一波又一波 被宁城的时光轮卷走 但依然还是一波又一波的 疯狂涌向宁城的时光轮 宁城清晰地看见 血湖中的湖水降落了一些 他知道 这应该是许多的虫子 被他时光轮杀掉造成的 也许是知道了宁城的可怕 血湖中的虫子 爆发出一阵阵的乌尖锐鸣叫 同时那巨大的心脏再次炸开 堆积如山的虫子蜂拥冲出 宁城巴布的这些虫子越来越多 他的时光轮不断地轰出 这些虫子在时光轮面前 根本就坚持不了半熄 就在此时 轰隆隆地翻滚巨响传来 宁城吸了口气 他知道祖库祭坛要出来了 果然在这轰隆隆地声响之后 一个巨大的黑色祭坛 出现在了血湖的对面 祭坛上赫然有祖库两个字 听到乌叶鸣叫后不再扑向宁城 而是按照一种规律开始排列 短短时间 一个由这些虫子组合的吸血大阵 就布置起来 宁城很清楚 这里的每一个虫子 都代表着一个阵旗 踏踏 哗啦啦 在黑色的祖库祭坛出现的同时 那巨人拖着沉重的铁链 跟着出现了 宁城自然明白过来 一旦这祖库祭坛出现 这巨人必须要出现 巨人出现的目的 就是为祖库祭坛提供精血 宁城不愿让巨人的精血 被这个血壶吸收走 他抬手就是一道时光轮 轰向了虫子组成的吸血大阵 在宁城看来 只要他将这吸血大阵轰掉了 巨人的精血 就不会被血壶吸收走 说不定这个祖库祭坛 也是毫无用处 站在宁城身后的沈梦嫣呆呆地 看着这十数丈高的巨人 他实在是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 他受过这种苦 所以知道巨人的苦难 当初他也是被人锁在了水牢中 是宁城去将他救出来的 这个巨人比他还要凄惨 胸前一个巨洞 一只眼睛瞎了 另外一只眼睛也是被人挖走 就连手臂也只剩下了一只 无论是他被挖开的胸口 还是他被挖走的野眼睛 污血都是不断地往下流淌 巨人拱着身子 要去抓血壶中的心脏 可是他的两只脚和一只手 都被粗大的铁锁锁住 他的手也只是堪堪来到血壶之上 就再也无法伸展出半分 我依我血界 还我心 我依我血界 还我眼 巨人气界的声音 更是让沈梦嫣悲伤男人 是谁如此恶毒 是谁如此没有人性 如此折磨一个人 还不如直接将人家杀掉 宁城的石光轮 轰在了那些虫子凝聚起来的 吸血阵上 溅起了一道道暗红色的道运光芒 石光轮竟然被挡住 再也无法杀掉这些虫子 宁城心里震撼不已 如果杀不掉这些虫子 那他怎么破阵 暗红色虫子的 吸血阵完善起来 祖库祭坛发出的乌叶鸣叫 更是凄厉 巨人也愈加地焦躁不安 被一边叫着 一边要冲去抓他的心脏 随着祭坛的乌鸣鸣叫 越来越撕裂 巨人身上的鲜血 终于又一次化成了血桥 落入湖中 不过这次 因为宁城的干扰 这血桥 远不如上次的猛烈 宁城忍受住强大的吸血力量 疯狂地轰出石树道石光轮 他就不相信 他毁不掉这个吸血重振 一心要抓取自己心脏的巨人 终于感受到了旁边的宁城 他停下了自己的动作 将头转向了宁城 你是上次我就走的那个人 怎么又来了 宁城手中的心红炼玉腔化 承道到腔翼 破开了 他和那吸血重振的空间 配合着石光轮 全力轰了过去 嘴里却回答道 因为我答应过你 只要我活着 我就要回来帮你 巨人正正地站在那里 他一生中帮过无数的人 被无数的人欺骗过 除了已经死去的希儿 还从未有过人来帮过他 遵守承诺 再次回到这种地方了 他明明没有眼睛 却流下了两行泪水 嘴里喃喃说道 希儿 你是对的 好人总是有的 他激动流泪 不是因为宁城来救他了 而是因为希儿没有骗他 好人终究是有的 第0810章 强大的匕首 轰 星红炼玉腔和石光轮 轰在暗红重巢组成的 吸血大阵上 溅出一道道的时间气息 而那重巢大阵 也仅仅是晃动了一下 并没有被轰破 黑色的祖库祭坛 乌液更是凄厉 血狐和血狐心脏中 出来的虫子 也越来越密集 巨人并没有在意宁城的攻击 他自语之后 却对宁城说道 我知道 你叫宁城 你就不了我 我再送你走 说完 巨人又是虚空一抓 眼前的虚空 再次被他撕开一道缝隙 撕开空间后 巨人不再理会宁城 继续冲向血狐 宁城看得清楚 这次巨人抓开的空间裂缝 比上次要小得多了 宁城没有走 也并没有理会 那被巨人抓开的空间裂缝 渐渐复原 新红炼玉枪 在暗红虫子组成的吸血阵上 空静止起来 宁城手中挥动的频率 愈发急切 时光轮一道又一道地 轰向吸血虫阵 巨人流向血狐的血桥 也在这一刻静止了 宁城同时施展了 落日黄昏钟和时光轮神通 他让吸血虫阵 在这瞬息间静止 同时不断地轰出时光轮 这次他没有幻化出落日夕阳 他要的仅仅是时间静止 哪怕只有一吸也够了 吸血虫阵再厉害 也只是一些被掌控的东西而已 一旦在时间法则中静止下来 他就可以轰开这个坚韧的吸血大阵 喷喷 一道接着一道的时光轮 轰在了吸血虫阵上 静止了一吸都不到的吸血虫阵 第一次有些松散 在吸血虫阵松散的瞬间 早已悬浮在吸血虫阵之上 蓄势已久的新红炼玉枪 轰然而下 祖库祭坛的物业坚立起来 但就是这样 依然无法阻拦宁城的新红炼玉枪轰下去 新红炼玉枪化成一道横跃空间的枪翼 毫无痕迹地轰下 那种威势 就算是一个星球 挡在了新红炼玉枪之前 恐怕也会被轰成虚无 咔嚓 明明是一些虫子组成的吸血虫阵 在宁城的新红炼玉枪下 偏偏发出一声破碎的声音 吸血虫阵在这一瞬间彻底地松开 几乎是在吸血虫阵松开的同时 接连几道时光轮就轰了过去 时光轮在无数的虫子上面碾压过去 之前还坚韧无比的虫子 在这一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有了阵法阻拦 这些暗红色的虫子 在宁城的时光轮下 根本就无法抵挡片刻 虫阵被宁城轰掉 零散的虫子扑上来再多 也都是送死 在吸血虫阵被宁城轰开的下一刻 巨人身上流向血壶的血桥 就突兀锻炼 巨人甚至不敢相信地 再次将头转向了宁城 宁城不但没有走 还真的阻止了他的血 继续流向血壶 没有了这吸血虫阵 祖库祭坛对巨人的控制力 立即就减弱了 至少巨人 不会疯狂地继续要去抓他的心脏 就在此时 巨人身上的三根链锁 忽然开始收缩 似乎要将巨人再次拉入深渊 宁城的脸色变了 如果巨人再次被拉回去 他根本就救不了这个巨人 他也不知道 巨人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巨人甚至不是被锁在这个界面 绝对不能让巨人被拉走 宁城抬手就是几道时光轮 轰向了祖库祭坛 这几道时光轮轰在祖库祭坛上 仅仅是激起了一道灰光 时光气息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时光轮 对这个祖库祭坛 没有任何办法 那个祭坛你毁不掉 巨人想要强行止住自己的身体 不被那三根铁锁拉回去 那拉扯力量太大 巨人一的身体 发出咔咔之声 他只是坚持了片刻 就继续被三根锁链拉得不断后退 不用巨人提醒 宁城的时光轮轰在祖库祭坛上后 他就知道自己的实力 根本就毁不掉祖库祭坛 他赶紧祭出了星红链玉枪 凝聚了全部的星源 轰向了其中一根链锁 只有将这三根链锁轰断开 他才能救下巨人 轰 黄暴的星源力量在链锁上炸开 很快宁城就失望了 被他全力轰了一下后 那链锁连一道痕迹都没有出现 凝聚知道他用星红链玉枪再砸这三条链锁 多少次也没有意义 这三条链锁的等级 根本就不是他的星红链玉枪能砸断的 同样也不是他的修为能够轰开的 眼看巨人被越拉越远 凝聚心里越来越焦躁 如果这次他就不下巨人 他说不定还害了巨人 凝聚 谢谢你能来救我 我要走了 无论以后我们还能不能见面 你都是我第二个朋友 巨人感受到了凝聚的失望和焦躁 反而劝说了一句 远处祖库祭坛爆发的凄厉声音 越来越尖锐 祭坛的声音越响 巨人被拉扯的力度就是越大 凝聚很是愤怒 可是他知道那祖库祭坛一样 不是自己能够轰掉的 没有任何时候 凝聚觉得自己如此渺小 哪怕对阵九皇子 他处于绝对的下风 他也没有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太难受了 让他压抑得无法呼吸 我太弱了 凝聚握紧了拳头 看着巨人的身影 即将要被拉入黑暗之中 心里有着无比的难受 眼看巨人就要消失在眼前 凝聚忽然想起 巨人的眼睛还在他的身上 他赶紧取出愈合 在他取出那眼睛愈合的同时 巨人也感应到了凝聚手中的愈合 嘴里发出更是狂暴的嘶吼 全身用力 甚至阻止了自己继续被拖下去 他两只空洞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凝聚的手 就好像他依然能看见一般 他全身的肌肤和骨骼都鼓动起来 强行指柱链锁的拉拽 凝聚手中的是他的眼睛 肯定是他的眼睛 凝聚看见巨人如此神态 心里同样生起一种悲凉 他冲上前去 要将手中的眼睛递给巨人 在他冲到巨人身边的时候 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那就是定住巨人的那把匕首 那把匕首 他一直没有练花 不是他不想练花 那是他想要送给巨人的 之前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没能救下巨人 所以直到此时 他才想起了那把匕首 凝聚赶紧取出那把匕首 冲到巨人身后 举起手中的匕首 用力砍下 一道撕裂的杀伐气息轰然而下 似乎连匕首前的虚空 都有了一丝痕迹 一道浅浅的祸口 出现在链锁之上 凝聚心里却生起了一种后悔 他后悔没有练花这把匕首 如果当初他练花了这把匕首 他用这把匕首 肯定可以砍断这三条链锁 而现在 他却来不及了 以他这种速度 恐怕其中一条链锁还没有砍断 这巨人就会被拉进虚无空间之中 果然在凝聚这一匕首砍下之后 远处的祖库祭坛 甚至冒出了一丝丝黑色的气息 尖锐的欺民更是狂暴 在凝聚拿出匕首的瞬间 巨人就将头转向了凝聚手中的匕首 他的脸上似乎多了一丝惊喜 凝聚 你将匕首给我 凝聚毫不犹豫地 就将匕首塞在了巨人的手中 那匕首在巨人的手中 似乎突然变大 巨人握住匕首 反手对锁住自己的链锁 就落了下去 痴 空间发出一声痴痴波动 一道漆黑的空间裂缝 出现在匕首之前 狂暴的杀意轻了过来 站在稍远处的凝聚 都感觉到一阵阵的寒意 咔嚓 那锁住巨人手腕的链锁 发出咔嚓一声 犹如一块豆腐一般 被巨人削断 巨人弯下腰 再次接连两下 咔嚓 咔嚓再次两声咔嚓 三条链锁 被巨人自己砍断 这三条链锁 被巨人砍断后 瞬息间 就被拖入虚空消失的 无影无踪 砍断锁住自己的链锁后 巨人发出一声 狂暴的咆哮 抓着匕首 冲向了那个漆黑的 祖库祭坛 那祭坛似乎感觉到了不好 带着一声尖笑 和链锁一般 退入漆黑的虚空中 也消失的无影无踪 似乎知道自己 没有办法抓到祭坛 巨人叹了口气 狂暴渐渐消退 伸手抓向了血壶中的心脏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宁城杀掉了心脏中 跑出来的虫子 那心脏此时 变得暗淡无比 甚至连跳动的声音 也很是平淡起来 宁城也收去了无极青雷城 巨人控制了他的心脏 心脏的跳动道运 就不会再 伤害到沈梦嫣 虫子消失 祭坛退走 巨人抓起了心脏 宁城收起了无极青雷城 沈梦嫣也走了出来 大个子 那心脏里面有很多虫子 巨人摇了摇头 在我被宁城救下后 这些虫子都化成了虚无 只有祭坛锁住我后 祭坛的道运 才可以让它们生存 现在我脱困了 也没有了祭坛 这些虫子都会消失 说完 巨人再次将心脏 放在了血壶当中 宁城和沈梦嫣 惊疑地看着血壶中的血水 在迅速变淡 血壶也越来越浅 而心脏也慢慢地 恢复了之前的一些生机 虽然跳动依然很微弱 却不再是之前的 眼眼一息模样 宁城将装着眼睛的浴盒 送到巨人手中 上次我感受到 你身上的气息 和这个眼睛的气息 一模一样 我想 这应该是你丢掉的 我出去后 特意帮你找来的 巨人接过浴盒打开 直接将眼睛 取出来 送入自己那一边空洞了的眼眶 那眼睛就好像有生命一般 落在巨人的眼眶中 迅速和巨人融合为一体 然后看不出来任何异常 巨人依然没有说话 他再次抓起血壶中 恢复了部分生机的心脏 按在自己的胸口 巨人的心口迅速复原 很快那胸口的巨洞 消失不见 这个时候 就连沈梦烟都可以感觉到 巨人的气息在变强 直到此时 巨人才将匕首递给宁城 谢谢你 是你救了我 你比之前来的那个鱼跃尘 要好多了